出席 你選擇友情 以我所知你是一個很友善的人 你很容易有很多朋友 你是否屬於多朋友 不是 你選擇朋友 不是選擇朋友 我是不多朋友 有的 如果朋友英文有分很多 你真的知道他是誰 還有朋友 甚至是兄弟姊妹 一定不多 如果你問我朋友有多少 我想這樣數了 可能不夠 你數的是真正朋友 真正朋友 其他認識的有很多 但真的可以交心的 可以說心底話 或者他們願意跟我說心底話 就是這麼多 不過我又覺得不需要一定多 但真正朋友的友情就很重要 因為你不知何時你需要這些幫助 又或者你不知何時可以幫到人 我就記得在鐵達利號 在1912年他沉船之前 在他附近範圍其實有另外一艘船 但他沒有開到雷達 接收到求救的信息 如果他接收了的話 可能會拯救到一些多一些生命 拯救到一些生命 多一些 而這個故事正正的反映 如果我們在我們的朋友圈 你說真是交心的也好 甚至是軟一層也好 我們可以接收到雷達 知道別人什麼時候需要 去幫助到人 又或者別人接收到你的需要 幫助到你 大家互相扶持一把 我們的人生會媚美很多 但你可能會問 我幫得什麼 難道他有財困 我可以幫他解決嗎 難道他有感情問題 我可以幫到他放下這個心魔嗎 有時不是一定是一個實質的幫忙 而是你給一個聆聽的耳朵 你願意去聽 去講 甚至有些人很迷惑 不知怎樣做的時候 他問你的意見 他已經有一個方向 他只是想你聽 你肯聽已經幫了他一半 或者拍一個肩膀 問一句好 可以的了 支持你 可以的了 他不是想你說 但現在我們很多時候 跟別人溝通 教會怎樣去表達 但很少教別人怎樣去聆聽 例如我們願意聆聽 朋友真是很重要的 我們都希望可以 自己需要的時候 有人幫到你 我記得我看你的個人show 你在其中一個環節裡 有些朋友在七年裡 忽然間好像疏遠了 但有些朋友 繼續跟你有接觸 你故意在節目裡 也有感謝這群朋友 這是真正的朋友 這些絕對是 但疏遠你的朋友 突然間疏遠了 從來都沒有親近過你的 但你會不會叫做朋友 不是敵人 但我們都要明白 有時是一個工作崗位 人家和你的交往 不是真的一個朋友 只是公事上的交往 當你不在其位的時候 他不再和你交往 但減少交往是自然不過的事 自己又不需要說 為何你已經當我如同脈路人 是絕對可以理解的 但反而在這個過程裡 我自己經歷到很多溫暖的感覺 這群當然是很近我的人 但旁邊有些很陌生的人 他都給我很溫暖的感覺 我都等於他是我的朋友一樣 例如王喜很有心 走出去見到哪個人 被一句打氣說話 我不認識他 但我都覺得好像一個朋友 但當然我沒有機會和他很交心 我都不認識他 這些支持都會很緊要 但和朋友相處知道 中國人有句話說得很好 君子之交淡如水 你無論如何都好 都要有少許距離 不要太過侵犯了別人的私隱 又或者有時不完全認識你的朋友 都會是一個好處 每個人都有缺點 你有沒有一些難搞的朋友 有 王喜都很難搞的 怎樣和他相處 和他相處 我不會和他爭辯 如果他有一些觀點 他很堅持 甚至他有時我會覺得 我被形容或者標籤為偏激的也好 但你不會 我不會嘗試改變 或者去說服他 我們不可以改變到周圍的人 我們去接納去接受 你可以不和他爭辯 譬如說到宗教 我一定不會和他討論和辯論 有時候在同一個場合 他講他的宗教論點 可能我在有時間會講的時候 他會反駁我的論點 我聽到都不會喜歡聽到 但我不會出聲 因為我不可以 難道我在一刻裏 我會說你錯和尤文 這些東西是沒有說你錯和我對的 你的信仰 你是信就信 不信就不信 那完全是一個人的性格的表現 但當你接納那個人是朋友的時候 你就不只是接納他的好處 他對你的好 你也要接納了 你認為他的短處 你認為他的短處 可能是他的長處 他的短處 你要不要說得這麼白 但他的長處就是他很率直 你不需要去猜 除非你很喜歡那些朋友 讓你去猜一下 那就另計了 但還有一件事 你覺得和他一起相處 不是太舒服的朋友 那就相處少些 但我都要承認 我喜歡哪些女人多些 哪些女人沒有那麼多 我要承認 如果自己都不能對自己坦白的時候 又怎能對別人坦白呢 有些人說 朋友最好選三件事 有席有量有多聞 你覺得最好的朋友 需要有什麼提前 最重要就是 無所禁忌地 去自由溝通交談 還有一個最好的測試 就是當真正的朋友在旁邊的時候 一言不發 仍然不會感覺到不自在 這個就是最好的測試 你要知道 你覺得靜慧是舒服的 我不需要猜你的不出聲 是因為你不開心 不喜歡我 是反對我 我不需要猜 那個時刻是你想靜下來 不出聲的 我仍然可以陪你一起靜下來 不出聲 這個是我真正的朋友 是敬礙神經 今天真的很值得 你又做了 你快詞 我們要走 你不是愛人和你 我們要看我的 你還是深刻